朋友們 歡迎收看WTD08 綜合格鬥技 鐵龍不集中霸賽 男子輕量級 150磅 KETCH SHIKING 哈囉我是SKY 這是我第二次參賽WTD的國籍 練格鬥的過程因為對於心肺的要求很高 外表也有限於健美身型 那我必須得放下一望的肌肥大訓練 調整為更符合格鬥專項的功能性訓練 也就是把一望的肌肥大足足訓練 調整為肌耐力 爆發力 以及心肺強度 心跳恢復力 那我這次比的是70公斤的量級 在這四個月裡面 我從原本的78公斤降到了現在的70公斤 掉了不少的肌肉量跟脂肪 肌肉量呢明顯大不如前 但也讓我的身形變得更均衡 不僅幫助我提升了協調性 也讓我的重心更穩定 最重要的是提升我在場上的續航力 這次的對手呢 吳中威他是一名太拳功夫的選手 這幾年不間斷的訓練 也比過七場立即賽事 參賽經驗呢相當豐富 當然太拳最著名的就是打擊力強 抗擊打力強 打法呢比較偏硬 如果不小心方手沒拿好 可能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對手呢一百八十一公分 他的臂展跟腿的優勢非常大 所以在比賽的策略上呢 我覺得比較偏向你 格擋後的晉身反擊 或是硬扛住他的一波攻勢之後 晉身跟他偏全 這場呢會是一場浮戰 今天是禮拜四 那是我這個禮拜天比賽前的最後一堂課 那最近幾次的對戰都是有風格 因為他身高一百八十三 剛好就是跟我對手的那個高度差不多 感受得到在面對這麼 手長腳長對手的時候 要進去真的是壓力比較大 畢竟對手就手一伸就碰到你的頭 腳一伸就踢到你的腿 那就變成說我的那個防守方面 可能要多在加強一點 就是要把防守做得比較扎實一點 比較有機會能夠隔離 然後進去跟對手可能換拳這樣子 距離上次比賽好像是兩年前 那這兩年你這樣子練拳下來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 練得更強的地方呢 我覺得其實在格鬥上面 我覺得心態真的是很重要 我真的覺得怕的人就輸一半了 就是你不管練多少 你就是拿出自信 把你最擅長的東西發揮出來就好 這一次蓋葉對手強不強 高一個LEGO 不只一個L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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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哇 這樣聽起來好嗨啊 通常想要要 該的加油寶藍啊 加油啊 吸一下 吸一下 欸 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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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剛剛愛的還懂 我覺得 這什麼東西 鑰匙給的不單純 喔 這個 泰國來的 這個過河棒 要是 蓋伊等下要上場了 聽說他的對手是泰拳專業的 感覺就非常狂 泰拳小炫孔 那你覺得蓋伊的勝算怎麼樣呢 我覺得 幾乎50 50-50喔 不知道 就是沒打過其中就知道 對手的經驗是比較 比賽經驗很豐富 就是你已經打了七場 那蓋伊才打過一場 相對來說可能 經驗是練習 然後練的時間也 練習也比較多 但是體 那個 身體素質應該是比較強 所以 就是很難講 但是 沒關係 反正就建議 結果勝算很高 因為 蓋伊是少要換球 他感覺是很耐重的 喔 所以就算對手是泰拳專業 他也可以用硬扛了 對 只要他們滾倒之前 他都可以把他打到 喔 一介教練 韓教練 Vivian教練 你們是不是有跟蓋伊一起去上格鬥課 有 那你們在這個 教室裡面看到蓋伊的平常表現都怎麼樣啊 碾壓 碾壓 那這樣子等一下蓋伊要面對一個 有比過七次的泰拳選手 你們覺得他的勝算怎麼樣 我們應該可以用他的活動力 稍微前置一下選手 喔 活動力嗎 你說敏捷嗎 喔 蓋伊的機動性很好 好快 那你在側面看蓋伊他的平常表現 他有哪些優勢 他速度很快 而且他敢進去 蓋伊是他挺多的 所以應該沒問題 喔 我覺得應該會有機會贏 因為人家經驗還是比較多 喔 對 人家比七場 然後蓋伊只有底分是第二場而已 但是呢 但是我覺得蓋伊的體能應該是非常 可以解僱 看來你們都覺得 對蓋伊的體能非常有信心喔 蓋伊的體能應該是非常感到 身體素質 馬上為各位送上第38場 男子輕量級 150磅 Kitch Shiking 首先介紹藍芳 身高181年齡28 來自於UNGU泰拳 新電館 他練的四年泰拳 曾獲得2021 踢拳 69公斤級 冠軍 2021 駭拳 70公斤級 冠軍 戰績三勝四負 掌聲有請 駭拳 小旋風 武宗威 紅方選手 身高171年齡31代表 IEFighting進行式格鬥運動館 各位觀眾 一起掌聲歡迎 建仁蓋伊 歡迎大家回到 WTT ANTEL DRAGON 第38場賽事 Cage Striking 男子組輕量級 155磅 藍方 武中威代表 NGU泰拳 新電館 紅方 代表 IEFighting進行式 劍仁蓋伊 這個劍仁蓋伊 這個 網紅聲亮 就像在主場一樣 雙方的這個戰力經驗 其實是有落差的 但是 建仁蓋伊 應該可以帶著 他的肌肉質量的優勢 哇 這個是 因為是鐵龍 搏擊 並不能近身殘暴 可以看到 武中威的 拳腳是非常犀利的 臂站也領身 這個建仁蓋伊 有十公分這麼多 沒錯 那這邊 這個肌肉鎧甲的優勢 在臂站上 就會變劣勢了 可以看到 建仁蓋伊 在近身的時候 比較慌張慌亂的 這個反擊 但是他 是好不怕著 武中威威的這個 戰力的技術 直接開進去打擊 建仁蓋伊 連續的這個踢擊 對 沒錯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技術上的差異 對 雙方在 拳腳的流暢度 有所差異 這次的選手 這個 資歷相當豐富 對 武中威 武中威單拍的進攻 哇 其實建仁蓋伊的腳步其實還蠻靈活的 哇 一個 兩個阿巴卡 再一個Hook換拳 哇 武中威其實有點處理不來喔 沒事 這個 建仁蓋伊 採取這個拳擊式的防禦 對 對 他有很多頭部的搖閃 等一下 等一下 會 但建仁蓋伊 這邊的手 拿得非常高 現在絲毫不落後 這個武中威的打擊喔 哇 武中威一個高掃背 建仁蓋伊 卡住了 建仁蓋伊的這個肌肉能運用多少在爆發力上面換到這個全力的破壞呢 雖然建仁蓋伊的準頭好像不太如武中威喔 不過他有這個精實的肌肉可以往前扛 哇 武中威也沒辦法佔到太多優勢啊 究竟是這個出拳的蓋伊會贏 還是這個用泰拳技術的武中威會贏呢 其實武中威也沒有佔到太多的便宜喔 雙方的戰力技經驗是非常有落差的 不過因為只有單拍的膝撞喔 即便武中威選手搶到很棒的clinch位置 卻沒有辦法連續膝撞喔 相當可惜啊 那個編腿 看得很清楚喔 不要太依賴做小超零拳那樣跳躍的 把他抓住骨子的時候 上鋒 紅拍的上鋒 8..E 但是蓋伊這邊的防守還是要拿好喔 畢竟對手多了非常多進攻的能力 跟技術 這連續兩個膝撞 第三個 蓋伊在近身的時候 拳腳比較慌亂 但是吳宗威似乎也沒有打擊到蓋伊的臉部 這個右手中群 吳宗威並沒有拉開他的距離優勢 一直不斷讓蓋伊進到他的近身範圍 這樣並沒有太多的技術可以抵抗蓋伊的近身換拳 沒錯 如果蓋伊持續用這樣貼近的方式來擾亂節奏 其實吳宗威也很難打出他的這個態勢的打法 吳宗威開始用他的這個中掃 蓋伊似乎不敢繼續接他的中掃 你近身又遇到這個可憐曲西撞 但是可憐曲不能兩次連續西撞 很快的第二回合又將近剩最後一分鐘的時間了 蓋伊似乎處理不了吳宗威的這個踢擊 沒錯 吳宗威選的第二回合 多了更多前凳控制距離之後再做低掃 再一次前凳 連拳 蓋伊只能防守 哇 蓋伊只能防守 但是被拳到可憐曲位置 連續了巴力下的來對抗Clinch 對啊 因為蓋伊這邊的攻擊武器太少了 近身 哇 不行 還是被對手控制到頭部 這樣也難以施展這個拳擊喔 哇 吳宗威現在就是 近身 然後crunch 近身 crunch 遠距離就給你前凳喔 中段掃 再一個中段掃 沒錯 然後JJ 現在距離被控制住了 哇 像吳宗威已經找到他的勝利方程式喔 哇 很有可能這回合會有吳宗威拿下喔 哇 有一個右手重拳 跟蓋伊進身之後幾乎沒有可以攻擊的工具 哇 跟第一回合完全不一樣喔 蓋伊只能任人宰割了喔 幾乎所有他的進攻方式都被對手克制住了 沒錯 因為單只有拳擊在踢拳比賽是不夠的喔 遠距離被中掃克制 被前凳克制 近距離又被Clinch吸撞所壓制住 蓋伊並沒有一個有效的遠距離攻擊方式 上去的時候 你就是手爸爸拿刀 然後 先砍右下進隊 右下進隊 然後做Superman 但是你就直接去試 因為現在分數也落後 需要一些大的分數來一起去 好 很快的 我們回到WTT Entella Dragon 第三十八場賽事 Cage Striking 男主子輕量級 藍方 武中衛 紅方 健人 蓋伊 蓋伊似乎想要改變策略喔 近身 大幅度的擺拳 改一下想要硬吃 吃完就換拳喔 但是這個換拳的策略是否能成功呢 不行喔 他要先撐過這個前凳中掃 哇喔 這個換拳動作太大了 哇喔 這高掃有點危險喔 差點打破這蓋伊的防禦 武中衛選手這邊 哇喔 開始換拳嗎 沒有一到距離 就馬上clinch吸撞 華爾現在蓋伊 扭轉了節奏 抓了兩個 武中衛的下巴 但是因為這個頭部被抓下去喔 往上的overhead 其實沒有辦法打準喔 其實第三回合 武中衛這邊體力也下滑了 該是不是能抓到這個機會 武中衛並不想要跟他近戰打擊喔 沒錯 武中衛選手這邊 持續地丟出前凳來維持距離啊 哇 一個後手重拳 哇 一個第一掃被下前反 下前閃躲了喔 但是又進到clinch的位置 武中衛雙手打開表示問號 但是他其實也不能壓制住蓋伊喔 但是他其實也不能壓制住蓋伊喔 他只能一個比較保守的打擊 把蓋伊Push在外面 蓋伊選手這個跳動速度變慢喔 再進去又被 殘暴 雙方又再次被分開 最後一回合不到30秒的時間了 蓋伊 蓋伊在晉身的拳已經沒有準頭了 一晉身就被武中衛這個clinch所控制住 一個高掃 再一個中掃 再一個clinch吸撞 哇 蓋伊所有進攻的這個動作全部都被武中衛所控制 然後時間中了 時間中了 哇 門場比賽結果如下 1號裁判28比29 2號裁判28比29 3號裁判28比30 一致判定由 籃放 武中衛 恭喜 來自MGU泰拳心電館的武中衛獲得一致判定勝利 也感謝建仁蓋伊的參賽 辛苦了辛苦了滿頭汗 各位 失望嗎 不會 不會 精采 好棒 謝謝 謝謝你們來 謝謝你們來做我們的比賽 謝謝你們來做我們的比賽 來再一個 看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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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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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表現得很好 好棒 好棒 來 來 辛苦了 辛苦了 表現得很好 謝謝 壓力很大嗎 不會 心裡壓力很大 OK了 OK了 很棒 讓我的爸 勝敗來兵家嘗試 剛剛已經把那個汗插在波波身上插完了 對 他買新衣服 我看他有點帥 很帥 弄髒他 弄髒他 不能太帥 以後有機會再邀大家來看 好 你盡力就好了 盡力就好了 盡力就好了 來 抱抱 好 比完賽了 對 對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硬很多 像我們賽前就知道對手他大概身高181公分 然後手長腳長 我們先前電電的戰略就是不太能跟他打中距離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要嘛落外圍可能破壞他的前腳重心 大家可能看到我這三圍合 沒什麼踢中邊腿或高邊腿 不是因為我不會踢 是因為 對於就是身高比較高的對手 我如果要踢中上段 相對我會更耗體力 我只要踏入中距離 我就是要轉進去 用拳頭去跟他換 對 那他近距離才是我的主要的攻擊範圍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很多我近身的勾拳 肚子 然後上勾拳 跟overhand 平勾 打了很多 我是有手感 是有打到的 那三個回合 基本上 28比29 28比29 28比30 就 三回合都是落後 都是輸給他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硬漢 非常的硬 打不退 他真的打不退 我是打他 拉他身體拉他頭 然後很多都有手感 都打到的 我看他 頭也沒什麼反應 就是盯著我這樣看 哇 真的 不簡單 總之呢 就是非常感謝支持我 或是支持格鬥的朋友 那來觀賞我們這一支 生涯 第二場鐵龍波及賽的這支影片 真的 非常感謝大家 不管你是支持我 還是支持對手 或是支持台灣的這種格鬥賽事 謝謝大家 觀看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我都會 一個一個認證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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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比他緊張 不見 不見 算 算 那現在你要不要跟小五 跟拍張 辛苦了 辛苦了 你姐姐裝著來幫你 對啊 來加油了 一定要來 對啊 那現在可以做一三 三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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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